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周前的在线研讨会重点在于探讨UDRP政策 以及其他域名政策下的第一要素 即域名与投诉人拥有权利的商标或者服务标记 是否相同或者容易混淆 如果您有兴趣回看我们之前两周的中文的在线研讨会 同样欢迎访问HKSC的官网 或者是腾讯视频的HKSC主页 今天我们的研讨会将重点讨论第二要素 即域名持有人是否对域名具有权利或者合法权利的问题 当然两周后的周一也就是11月9号 我们还会关注第三要素 即该域名是否已经注册 并且是否被恶意使用 也欢迎屏幕前的各位来参加 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将由三个简短的演讲组成 最后呢我们还会预留大约10分钟的时间 来和屏幕前的您来互动 所以如果您有关于域名争议解决的任何问题 欢迎通过Zoom功能栏中的问答 英文体现为Q&A这个功能来进行文字提问 我们会在最后的一个环节来解答 接下来呢我将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非常的荣幸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国内两位知名的专家 一位是周文律师 他是北京安捷律事事务所深圳办公室的合伙人 周律师专注于处理涉及知识产权领域重大 亦然诉讼和仲裁 包括商标 域名 专利 商业秘密的行民保护等事宜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合规方面 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加入安捷之前 周文律师曾经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长达十余年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经验非常的丰富 2020年周律师被评为Legal Band的客户首选 中国吕律师十五强 恭喜周律师 同时周律师也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 在册育民专家 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另外一位 今天的演讲嘉宾 是常驻于广州的陈昌杰先生 陈先生他是罗斯国际的合伙人 目前常驻广州 陈昌杰先生有近20年的知识产权行业经验 代表过众多中国及国际客户 在中国的行政机关法院亚洲域民争议解决中心 WIPO中裁与调解中心处理过相关的知识产权争议 向客户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和策略建议方面的顾问服务 作为域民争议解决专家 陈昌杰先生裁决了上百件UDRP和CNDRP的域民仲裁案件 对国际通用顶级域民和国家地区顶级域民的 争议解决政策、规则和机制 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目前陈昌杰先生担任WIPO中裁与调解中心 域民裁决专家及仲裁员 同样陈昌杰先生也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以及亚洲域民争议解决 在策域民专家 当然除了要感谢这两位嘉宾所在的机构之外 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 本次系列在线研讨会的知识机构 他们是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国际商标协会 INTA 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知识产权署 LEB和L-Council 在我把今天的话筒交给两位嘉宾之前 我非常愿意给今天屏幕前的听众 来简要的介绍一下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与争议解决有关的相关工作 HKIC提供多项政策的服务和域民争议 目前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不同政策的列表 这些政策分为通用顶级域民 也就在您这个屏幕的最左边 包括新通用顶级域民 以及国家和地区的顶级域民 对于UDRP案件 也就是争议域民后缀为.com.knight.org的 这一类域民 以及CNDRP和HKDRP的案件 即争议后缀为表现为.cn.中国.hk.香港 我们的服务相对来说是提供的比较频繁 我们还提供有关PHDRP的服务 即争议域民的后缀为.ph 当然如果您不了解域民是不是可以向HKIC提起的话 或者不了解自己的域民适用于哪个域民政策 或者是不了解域民投诉的流程 没有关系 欢迎向我们HKIC的秘书处来电咨询 我们HKIC秘书处的联系方式 在我们的官网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都有明切的列明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是作为 亚洲域民争议解决中心的四个办公室之一 也就是我们在香港的办公室 来展开UDRP案件管理和相关工作的 作为亚洲域民争议解决中心的香港办公室 实际上我们和北京办公室 吉隆坡办公室和首尔这个三个办公室 一起来展开相关的工作 而我们在CNDRP和HKDRP的案件下的工作 则是以港众作为这些政策授权的服务提供者的 独立身份来进行的 根据我们每年不同的在这些政策下的经验 这张图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 是向您展示了我们2019年的相关工作 您可以看到我们绝大部分的域民争议解决 是在UDRP下进行的 大约58%的案件是在UDRP下进行 38%的案件是在CNDRP下提出 然后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案件呢 是在HKDRP下提出的 2019年我们总共有182个案件 这代表了不同政策之间的典型的年度分配的情况 当然我们年度的案件呢 历来的年度的案件大约都维持在180到200个左右 从服务提供商的角度呢 HKIC是一个域民争议解决的服务的提供商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HKIC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那就是我们每年都会管理着数百个域民争议解决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 来对域民争议解决的整体情况呢 来做一些观察 我们第一个观察是关于当事人的地理来源 在这一张图表上大家可以看到 在HKIC的域民案件中 当事人的十大地理来源地 我们在世界地图上都给大家做了标记 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 HKIC所处理的域民争议解决案件 排名前三位的用户 分别是来自于中国内地 美国和德国 因此就当事人最频繁出现的地区而言 代表了世界上主要的地区 亚洲 美洲和欧洲 排名前六的投诉人 也就是申请人 域民的投诉人是美国 中国内地 德国 香港 开曼群岛和新加坡 相比较而言呢 作为被投诉人方面呢 在我们的案件中我们看到 绝大部分的被投诉人 来自于中国内地 接下来是美国 香港 孟加拉国 澳门和菲律宾 因此在被投诉人方面 亚洲的被投诉人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 另外一个呢 我们的观察是关于HKSE 域民争议解决方面的语言的问题 在语言方面呢 我们通常是用英文和中文来管理案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呢 是以中文来进行的 大约三分之一的案件是用英文来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 HKSE收到的程序语言为日语 韩语和俄语案件呢 也开始出现并增多 HKSE的秘书处 当然我们非常自豪地讲 我们也非常精通韩文和俄文 也就是说除了中文和英文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韩文和俄文来管理案件 程序语言在注册协议中已然规定 在程序语言为日文韩文俄文汉语等小语动的情况下 我们经常看到投诉人要求将程序语言变更为英文或者中文 这时呢我们会根据使用的程序语言 以及投诉人要求变更的语言来进行双语管理 那么第三个观察是HKSE2019年 域名正义解决案件当中专家组的任命情况 2019年我们进行了195项的任命 您可以在这一页PPT的左侧看到不同政策之间的差异 然后您会在中间的这个丙图中间看到呢 在我们的案件当中 由独任专家组成员组成的这个专家组非常的普遍 我想这也是反映了全球有关育民争议解决的情况 去年在我们所有的案件当中 只有五个由三名专家来组成的专家组 当然在最右边 您也可以看到我们所委任的这些专家组成员 排名的这个地理来源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是排名第一的法律管辖区 对于我们而言 这不仅仅是因为HKSE的总部涉于香港 而是与我们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语言要求紧密相关 在香港有很多双语的域名专家可以用中文和英文来办理案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的专家 比如说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周文律师和陈昌杰先生 也像这样的双语专家来参加越来越多的我们的庭审 那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怎么样呢 这也是我们在众多的案件过程当中 管理过程当中观察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大家可以从这一页PPT看得出来 域名结果为转让和案件的相关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得到 投诉人提出的域名投诉 基本上成功的概率非常的高 比如以UDRP案件为例 它的成功的概率达到98% CNDRP的案件成功率96% HKDRP的案件成功率有83% 当然这个HKDRP因为只有一例被驳回 而整体上只有六例 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数字并没有特别的代表性 但总的说来在这些政策下 案件投诉人的成功率 这里的成功率是指站在投诉人的角度而言 是指包括域名转让或者是域名注销两种情况 那么平均的这个胜诉的概率大约为95% 那相对于转让域名的裁决结果 您也会看到还有一种处理的结果 叫注销域名 那么注销域名的裁决的这个次数 显然要少很多 在裁决结果为注销域名的案件当中 实际上是投诉人向专家主提出了注销域名的这个请求 所以说专家主从而做出了注销域名的请求 因此某种程度上讲注销域名也可以是视为投诉人成功的这个范围之类 此外呢我们还有极其少数的投诉被驳回的案件 因此呢所有经常来使用域名争议解决的用户 会意识到通过域名争议解决的方式 来解决这一类的争议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HKIC作为域名争议解决的服务提供商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们认为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服务实际上就是通过专业的这个经验 来委任专业的专家组成员 当然HKIC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 这与案件管理的流程 以及确保案件按照不同的政策的时间表来进行有关 但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通常就是与我们与注册商联系 以锁定域名 以确表程序进行的同时呢来维持宣照 并确认被投诉人的联系信息 以便可以传达域名的通知 我们之后会根据所适用的这个域名政策规则 补充政策对投诉书进行刑事审查 我们会将域名的通知正式送达给被投诉人 然后充当沟通的渠道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 根据相关的域名的规则的管理的流程 我们还会在这个根据域名的规则当中的实现当中内 来任命专家组成员 来审理案件 这都是HPSC作为域名正义解决的服务提供商 所提供的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通常而言呢 我们所任命的专家组呢 将有14天做出裁决的时间 在收到域名裁决之后 我们将会将裁决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呢 来通知给各方 注册商 注册管理机构 那么被投诉人可以从裁决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来采取相应的行动 启动输送程序 所有的域名的裁决呢 都在HPSC的网上公布 这意味着投诉人 被投诉人 域名专家 IP的从业人员 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域名裁决资源 来进行参与研究 和为未来的这个决策 来做出一些指引 因此 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上面 我们将非常关注第二点 也就是 被投诉人 对于争议的域名 是否拥有权利 或者是合法的权利 这可能是对投诉人提出的 域名投诉的最有效的抗辩 在这里呢 我列出了三个 根据我们合作的三个的 主要的政策当中 第二要素所提供的措辞 与第一个要素相比较 这三个政策的措辞 实际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因此呢 这里只是一个提示 可能是有助于我们 接下来的进一步的讨论 至此呢 我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 有关工作进行的总结 尤其是这些域名政策下的工作 现在我想有请周文 周文律师 他将为我们的第二个要素呢 进行概述 并结合域名案件 在中国内地境内的相关诉讼案件 来对比和分析 域名的持有人 是否享有合法权益的 举证规则 以及裁判逻辑进行演讲 有请周文律师 麻烦您打开您的麦克风 谢谢 好的 谢谢杨林博士 谢谢主持人 非常荣幸 你有这个机会 来线上给大家 做这样一个分享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 域名持有人 是否享有合法权益的 举证规则 以及裁判逻辑 那么我今天 主要发言的 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在讲说 域名持有人 享有合法权益的 这个举证规则 是怎么样来进行 具体的举证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会聚焦在讨论 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和法院的裁判 对于第二要素 在认定上的 一个核心问题上的 一个差异吧 OK 我们首先来到了 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讲 举证规则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其实我们整体的 这个在规则原文上面 其实并不存在 实质性的差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从条文来出发 麻烦请翻页 从条文来出发的话 我们直观上理解 首先我们要完成 第二部分的这个举证 举证责任 第一举证责任 其实是在投诉人 也就是投诉人需要 举证说明被投诉人的 这个对于他的域名 或者域名的主要部分 其实是不享有合法权益的 那么投诉人要完成 这样的一个举证的话 可以从哪几个方面 来进行举证呢 我这里简单做了一个罗列 你比如说第一个 要确认说投诉人 从未授权给被投诉人 使用相关争议域名 第二个可以查询 被投诉人名下的注册商标 然后来确认 跟争议域名没有关联 第三个是可以通过 公开的信息查询渠道 去了解到被投诉人 对于这个争议域名 实际的使用的状况 那么以及一个兜底条款 就是一个兜底的情况 就是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啊 那我这里呢是罗列了一个案例 为什么罗列这个案例呢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例 其实算是整个举证思路 一个集大成者 他总共是通过五个方面 来完成了投诉人的一个 初步的举证义务 主要有哪五个方面呢 第一个 投诉人呢 是证明了说 我没有通过任何的渠道 授权给被投诉人 来使用这个名称 或者是标志 那么第二个呢 投诉人是证明说 被争议的域名 并没有实际投入使用 而是指向了一个空白的页面 第三个呢 是通过这个企业信息 注册的查询系统 以及去查询了注册商标 找不到跟争议域名的 任何的关联 那么第四个呢 是搜索了一下 这个被投诉人的法联代表人 然后通过百度搜索 进行关联 也是找不到任何 跟争议域名的关联点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通过对注册人的邮箱 进行了域名信息的反查询 然后实际上发现了 这个邮箱 同一个注册人的邮箱 还注册了另外三个域名 但是这三个域名 以及这三个域名 指向的具体网站的内容 都显示不出来 跟争议域名有任何的关系 那么基于此 投诉人完成了举证责任 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件 其实投诉人在举证上面 还是挺花心思的 把它列出来 主要是供大家 以后的这个未来的案件 供参考 那么这个是第一步 也就是投诉人 要完成他的一个 初步的举证义务 那么投诉人完成了 初步举证义务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举证责任 就会转移到了被投诉人 那么被投诉人 如何去提供反驳证据呢 以下也有几个思路啊 第一个思路呢 是被投诉人 可以去证明说 我在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的过程中 已经善意的使用了 这个域名 或者是该域名 相对应的名称 第二个是说 虽然我没有获得相关的商标 但是我持有的域名 经过我的使用 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要证明说 我是合理使用 或者是非商业性的 合法使用这个域名 并不存在为了商业利益 而误导消费者 来产生混淆的 这样的一个意图 那么这里呢 是举了一个反向的例子啊 这个案件里面呢 被投诉人的这个主张呢 其实是完全没有 被专家组采纳 那第一个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主张啊 关于说这个 争议域名的这个字符构成 这个解释 其实是非常牵强的 第二个呢 他的主张里面 有一个自相矛盾的 这样的一个成分 第三个呢 他除了提供说 我已经注册了这个域名的 这个注册协议以外 其实没有进行任何的举证 因此呢 这个被投诉人的这个主张 是完全没有被专家组所采纳的 好 那我们下面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啊 那第一部分我们讲的是说 哎 投诉人应该怎么样进行初步的举证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讲的是说 在投诉人完成举证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被投诉人啊 需要来承担举证责任 那么两相比较的话 谁的举证责任 我们讲其实是 更为专家组所看中的这个重点呢 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列的这个案例呢 它可能不代表所有的观点 但是代表了一个偏主流的一个观点啊 这个观点里面是认为说 虽然这个条款名义上 是讲说由投诉人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 但是从事实层面上来看 重点还是在于说 被投诉人要对于 其是否享有合法权益 然后来进行一个举证 那么这里也是特别强调了 因为我们这里会存在是 这个如果要投诉人来完成 整体的举证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投诉人这个时候 是站在消极事实的举证那一面的 那么我们本身要对消极的事实 去进行举证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那么这个时候专家组 其实是会更多关注于被投诉人 因为从被投诉人角度上来说 是变成了一个积极事实的举证 所以它会更关注于被投诉人的 整体的这个举证的状况 OK 这个是我想分享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横向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程序和法院裁判里面 对于第二要素的认定里面 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那么我们这里会 接下来会结合两个案件来分享 确实是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对于这个核心问题认定上是存在差异啊 这个核心问题是说 对于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这个时间 如果是早于投诉人申请注册商标的这个时间 那么是否可以直接来推定 被投诉人对于争议域名及其主要部分 就享有合法权益了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拗口 其实解释起来很简单 也就是说我域名注册在先 然后这个申请注册商标时间在后 那么投诉人拿着这个申请的注册商标 这个时候来主张相关域名的权利 要求把域名转移给这个这个投诉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域名争议解决程序和法院认定程序上面 会不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目前我们来看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那作为域名争议解决机构的 它的这个主流的观点是什么呢 即便是说我的这个域名注册在先 申请商标是在后的 那么这个时候域名注册人 依然是需要承担举证义务 需要证明其对争议域名及其主要部分 享有合法权益的 那么这个里面我列的就是这个一个华为的这个案件 那这个案件我就不展开来讲了 也比较简单 其实主要是反映了这个专家组的一个主流的观点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法院裁判的一个主流的观点 法院裁判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说 我这个域名一旦经过注册了以后 其实就相当于是域名持有人天然的就享有了一部分的合法权益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拿一个在后注册的这个商标来向我主张权益的时候 我作为域名持有人 基本上来说我其实不需要对于我享有合法权益本身再去承担举证责任 那除非这个时候作为投诉人能够进一步证明说 我的注册使用域名的行为侵犯了投诉人的合法权益 或者是说我本身是具有一定恶意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这个时候才会需要域名的持有人再进一步的去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那么我们这里罗列的这个案例呢 争议的这个域名呢 这个注册的时间是比较早的 是在02年 那么投诉人呢 去申请注册商标的时间呢 是比较晚的啊 那到了18年呢 是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注册商标 那么投诉人呢 在18年的时候就提起了域名争议解决 那么按照争议解决的程序呢 美国的这个国家仲裁院呢 就裁决说啊 好涉案域名是应该转移给投诉人 那么到了法院这一块呢 法院其实是持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因为法院认为说 既然我的这个网络域名是按照 先申请先注册的这个原则嘛 那么既然我已经注册了 那本身我就是对我的这个域名是 享有了一个天然的合法的权益了 那这个时候除非你在证明我有侵权行为 或者是说转移到第三要素 我是有恶意的 但是这个案件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被投诉人注册的这个时间是非常早的 基本上是早于这个商标取得时间 早于16年 其实是比较难以证明说 我在注册这个域名的时候 在那个时间节点 我是享有恶意的 那么接下来可能是要关注 我在使用域名的这个行为上面 有没有一些侵犯他人的恶意 那如果也没有的话 那么法院就会认为说 我作为这个域名持有人 我本身并没有行为适当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可以合法的保留 我对这个域名的享有的权利 OK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案例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 李国斌的这个案例呢 前面我们在其实讲到那个 投诉人应该怎么样来举证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案例举出来了 因为这个案例确实投诉人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这个案件其实本身有一定的特殊性 那么第一个呢 确实这个案件也符合我们刚刚讨论的 那个核心的争论的问题 因为是域名注册在先 然后商标申请注册时间在后 当然这两个时间差异没有特别的大 因为它域名是在11年5月份 是由案外人注册到的 然后商标的申请注册时间呢 是在2011年12月份 彼此是相差7个月的时间 那么呢本案的这个被投诉人呢 其实是在其后在18年的时候 通过受让啊 然后取得了这个争议的域名 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呢 投诉人去发起了这个 域名争议解决的这个程序了以后呢 因为在一定时间 在一定时间内 这个被投诉人可能是基于各种原因 没有拿到材料啊等等 没有去积极的进行答辩 那像我们刚刚讲的 本身投诉人在举证方面也比较积极 而且也是做了很多举证的工作 那么所以作为域名争议解决程序呢 就认定说 这个域名应该转移到投诉人的名下 但是这个案件后来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 那么首先呢北京互联网法院 也是秉持了跟广州互联网法院 一贯的这个观点 也是认为说 这个在先域名持有人 其实是天然的 对这个域名是享有合法权益的 那么基于此 他其实不需要在额外的去承担 我想有合法权益的这样的一个 举证的责任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一下啊 说在域名注册这个市场竞争领域 享有相关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并不意味着 这个商标权人是享有了 与相关商标或者企业名称 相同及近似的域名的权益 什么意思呢 我对于这一串 比如说我对于这一串 这个字母的组合 我是享有商标权的 但并不意味着 我天然对这一串字母的组合 我就会享有它所有的权利 我是一个垄断的状态 并不意味着这样子 那如果他人系在先正当的注册了相关的域名 那其他市场经营者 均应该承受 不能再注册该域名的不利后果 所以呢 基于此是认为说被投诉人啊 他是具有受让和使用争议域名的 一系列的正当理由 那么作为本案的这个投诉人呢 他其实是缺乏相应的事实和依据 最后法院没有采纳 还是认为说争议域名 最后是归这个受让方 也就是被投诉人这个浙江孟乐生物科技公司所有的 那这个里面其实特别有意思啊 因为两个案例呢 都是非常相同的情况 都是域名注册在先 然后商标注册在后 那这个时候注册在后的商标权利人呢 是希望基于投诉 或者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诉讼的程序 然后我来获取到我的这个域名 但是法院其实在举证责任这一块 其实是做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分配 那这两个案件呢 其实主要就是在说明我们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域名争议解决程序的 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程序和法院在裁判上面 对于第二要素的这个举证责任分配上面 其实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的 那么讲到这里再岔开去补充讲一点点的问题啊 那可能会有的听众就会想去了解说 那如果他们本身又有一定的差异 那本身呢 这两个程序我们看到这两个举的案件 其实都是先走了域名争议解决 后面又走了这个这个这个法院的诉讼 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权力人 我们想发起一个维权 我们作为一个投诉人 我们想发起这样的投诉的时候 我们首选是应该走域名争议解决呢 还是应该走诉讼呢 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稍微岔开去讲一点点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的这个机制 它的特点是什么 特点就是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 而且我们其实大量的案件里面 被投诉人都不一定会出现来做这个答辩 所以呢 基于这个我们在域名争议解决的这个程序里面 其实要求投诉人多做一个初步举证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 也就是关于这个第二项啊 要做投诉人去证明说 这个被投诉人不享有这个合法权益的话 本身也是合理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即便是被投诉人缺席的话 因为投诉人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举证 其实对于专家组也是比较方便能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 但是本身这个举证责任 我们通过这一系列讲下来 本身这个举证责任其实是初步的较轻的 那么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利益平衡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讲的这个可以把它 域名的问题可以把它扩展到IP的领域啊 其实很核心的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 OK 那么回到我们诉讼程序里面 诉讼程序的设置呢 他其实更关注的是对于实体正义的一个追求 所以法官呢 更希望看到的是查明事实 那么相比较而言呢 必要的去牺牲效率呢 是可以被容忍的 那尤其是现在 因为你法院诉讼压力大嘛 案件审理周期长 如果是希望通过诉讼 快速的去维权啊 那么在域名的这个领域里面 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么基于这个呢 其实域名正义级的这个机制 就会有它的一个先天的优势 那么确实我们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列的这两个案件啊 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 走完域名正义以后 可能后面还是会到法院 那么这样一来 是不是对于权利人来说 我其实也是要付出挺多的这个时间和成本的 那所以正常来说 我们在选择维权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定的这个策略的考量 那么简单来说的话 常规案件 而且权利人仅有转让 或者是注销域名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走域名正义解决机制 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快而且省钱 OK 那如果是非常规的 复杂的案件 尤其是说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 有这种认识啊 或者是有这种行为保全的 这样的一个诉求的 还有同时 如果我们自己内心 在发起这样的一个投诉 或者发起这样的诉讼的时候 我们内心可以预判到 对手会有很强的 这样的一个抗辩能力的时候 那么这类案件呢 可能我们选择去法院 会更加的合适 OK 这个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内容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周律师 周律师你非常有先见之名 确实已经有屏幕前的听众 在提问就是 在域名正义解决 和境内法院诉讼道中 应该怎么去选 要考虑什么问题 您刚才已经把它解答出来 非常感谢 我相信周律师 我相信周律师关于这个第二要素的 矩阵规则的问题 以及裁判逻辑的问题 对屏幕前的很多观众都非常有启发 谢谢周律师 接下来有请那个陈昌杰律师 陈昌杰律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 域名持有人的权利 或者是合法权益 陈律师可以打开您的麦克风 感谢 好的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邀请来参加这次的 域名正义解决的在线研讨会 谢谢杨秘书长和周律师 那么就同一个话题呢 我想今天就是从两个方面吧 来就是一个是从这个投诉人的方面 另外呢 是从这个被投诉人的方面来 就是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被投诉人拥有一个 已经注册了商标的话 那么他是不是就意味着 他一定对真义域名就享有权利和合法权益 那么第二个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想讲一下域名他被投诉了 那被投诉人他是怎么样 证明他的合理或者善意使用的 那我想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呢 把这个问题解答清楚 那刚才周律师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关于这个真义域名不享有权利和合法权益的情形 那我在这里呢 就是想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两个面 来讲一下如何投诉人如何证明呢 这个被投诉人对真义域名他不享有权利或者合法权益 那么被那么对被投诉人这一边来说呢 他怎么样去抗辩他有权利和合法权益 好的 好那我们进行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那么这个最近呢 我们注意到 我注意到就是域名持有人呢 以前的情况就是他仅仅是抢住一些域名而已 那么有一些案件呢更加复杂了 他可能会注册一个域名 同时呢 他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 再去注册相对应的商标 那么就是随着这个 大家的这个知识产权支持的不断的增长 他采取了一种组合的方式啊 那么这个给维权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那么在域名的持有人 他持有这个注册商标的情况下 他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个支持 就是说那我一定是有权利和合法权益的 那么通常情况下 那么有注册商标 通常情况下会认为或者支持 那么这个注册人 他确实有这个权利和合法权益 那么我们要 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一个比较难的案件里面 我们会发现 就是被投诉人 他拥有这个注册商标 并不能自动的赋予 他的权利和合法权益 那么需要进一步判明 他持有注册商标的一些具体的事实和证据的有关的情况 那么我在右边列举了一些判定持有人 持有注册商标的时候 如何判定他的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一些情况 那么他不能自动赋予他合法权益和权益的情况 比如说他注册这个商标的时候 是为了来规避这个域名投诉的 其实说我注册了一个域名 那么同样的同步 我就注册了一个商标 这样我来阻止这个域名规则的适用 他把这个域名规则给研究透了 那么当然我这里并不针对那些确实是 善意的合法的持有这个商标和域名的情形 那么第二点呢 会出现的就是他注册这个商标和域名呢 都是为了阻止投诉人的 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投诉人 那么他采取的注册的行为 都是针对他的 那另外呢 在投诉人的商标 他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显著性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也构成这个情况 再一个呢 就是域名的持有人 他对域名 争议域名的使用 他不构成这个合理或者善意的使用 大概是这种情形 好下面呢 我就想用一个案例 用一个案例来 阐述一下刚才的几个要点 这个要点 这个案子呢 是2019年 WIPO域名争议与调解中心 所做出的一份裁决 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检索 根据这个案件的编号 那么他选择了这个三人专家组的裁决 那我也参加了这个案件裁决的一个过程 这个案件非常的有意思 那么投诉人呢 他是一家德国的公司 被投诉人呢 是一个个人 被投诉人呢 在这个程序里面 他做了大便 而且他也聘用了这个深圳的一家律师所所 来参与这个大便的过程 那么这个案件的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那么这家德国的公司呢 早在2013年的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 他就注册了一个叫Jumia.com的商标 目前的争议域名叫Jumia.com 那么他是来做这个电子商务的 做电子商务的 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呢 和2012年8月份这两个时间点 他在全球多个国家也注册了多个商标 那么他在网上呢 他也使用了他的一个支付的工具 叫做Jumia.com 当然他没有注册 但是他没有注册这个Jumia.com这个商标 那么被投诉人这边的情况是 他是深圳叫龙峻科技有限公司的 这么一家深圳的公司 他也是做网络科技的 那么在2016年3月份 他申请了这一个Jumia.com 在第36类上面 那么2017年4月份就获得注册了 那么这个本案的争议的域名 他叫Jumia.com 那也就是说 这一家深圳的公司 他有这个Jumia.com的商标和域名 那么注册商标是在中国 是在中国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投诉人他提出了几个要点 他就是主张被投诉人 他是没有权利和权益的 首先他提出来就是这个域名呢 并没有得到使用 那么通常来说呢 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 长期的就是这种消极的使用 也就是没有使用 有时候会被判定为这个 恶意的注册和使用 恶意的使用 那么投诉人也提到了 就是他是 他是创立了这一个 有创造性的叫Jumia的 这么一个商标 这个词吧 词汇和商标 那他也主张啊 网上的这个支付系统 比如说这个WeChat Pay Amazon Pay Apple Pay 和这个Samsung Pay 他很多 因此呢 他就主张这个Pay啊 它是一个通用的词汇 起不到区分的作用 那么他认为呢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来支持他的投诉 就是说被投诉人 他使用和注册这个商标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他在这个投诉当中的 一个地位 同时呢 他也检索发现呢 就是被投诉人还注册了 这个ZTEPay.com 也就是中心通讯啊 ZTEPay.com这个商标 这个是双方提出来的 被投诉人提出来的 刚才是投诉人提出来 那么被投诉人提出来的几点主张 就是说他会主张 投诉人 他没有Jumia Pay这个商标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投诉人 他注册了Jumia这个商标 但是他没有Jumia Pay 被投诉人还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 他就是说我这个Jumia Pay啊 这个Jumia我有商标 这个Pay呢 我不是Pay 我的Pay是一个缩写 是哪几个字的缩写呢 他说是叫平安游 也就是叫平安旅游 缩写为平安游 前面的拼音的首字母 叫做平安游 P-A-U P-A-Y 他就是说我这个P-A-Y 不是Pay 我是平安游 Jumia平安游 好 那我们就是这个专家呢 对这个案件做了 这个三人的专家组 对这个案例做了很充分的详细 充分详细的一个说明 一个解释 一个说明 论述吧 首先呢 第一个要素就是在相同相似性上面 专家组认为这个Pay 它是一个词典的一个词汇 它没有显著性 那么这个Jumia Pay 和投诉人的Jumia这个商标 它构成了相似 构成相似 那么在这个权利 正当权利和利益 这一个要素里面呢 那么这个专家组发现呢 就是被投诉人 他有一个中文的商标 那么认为这个焦点问题就在于 是否因为被投诉人 他就在某一个法律注册了一个商标 就当然的构成了 他有这个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那么判断的要点就在于 他是否合法的 出于合法的一个目的 来注册了这个商标 而不是为了去 就是阻止这个域名的投诉 或者增强他的这个域名的 这一个效率吧 在这个投诉当中 那么专家组呢 经过这个论述 那么认为 这个Jumia这个词汇 和Pay在一起搭配 首先认为这个Jumia 这个词汇和这个Pay 它不可能是一个巧合的 那么这个Pay啊 就是理解为PAU 理解为平安游啊 他们认为更加认为就是 那么这个巧合呢 更加是不可能了吧 那么另一方面 他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被投诉人 他注册商标的这个目的啊 他很显然就想绕开 这一个政策的一个适用 那么被投诉人的同时 他也是在做这个 网络方面的这个行业 那同时他也注册了JTE配 这是同样一个 一个例子啊 那么这个也增强了 专家的一个判断 那么他们认为呢 就是被投诉人注册商标的目的 非常的明显 他的目的 他并不是提供一个 这个善意的服务 或者这个商品啊 注册这个域名的目的 那随后呢 在这个恶意的判定当中 也就是认定这个被投诉人呢 他是他的这些行为 他是知道投诉人和投诉人的商标的 那么也因为他长期没有使用 这一个域名 而判定呢 就是构成恶意的使用和注册 那么因此这个域名最终呢 是转移给了啊 转移给了这个投诉人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案子有点难度 但是非常有趣啊 好嘞 那这个案例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域名他被投诉了 我作为被投诉人 那我怎么样去证明我合理的 或者我善意的使用了 那么在政策 这个4C条和这个CNDRP解决办法的 第10条都有类似的一个规定 那么简单来说呢 啊 那么就是必须要证明 对证明域名的使用 不是商不具有商业的 引力性的目的的使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对域名的使用 他不误导互联网用户啊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混淆 第三个呢 就是我对域名的使用呢 啊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投诉人的 正常的业务 那也也是跟投诉人 呃 有一些关联 另外呢 那么正义域名 他本身 他不是由通用词汇 或者词点词的情况下 啊 那么正义域名对 正义持有人 域名持有人 对正义域名的使用 他只是基于他的一个通用 通用的含义 也就是通用使用的情况啊 我就做了一点 做了一些解读 嗯 好了 我们就是后面用 呃 两个案例很快的 就是 呃 论述一下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比较早啊 主要列这个案例的目的是 呃 长江信息的啊 关于长江的啊 关于长江的 只是一个信息的展示的 这么一个网站 他并没有商业性的一个使用 呃 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被投诉人他使用这个域名呢 是为了商业的利益 啊 那么他因为非商业性的使用呢 那么呃 判断为合法的使用 或者善意的使用 那因此呢 投诉人 他的这个投诉没有得到合理 没有得到支持 嗯 好 那我们呃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案例 最后案例呢 是叫联想 Normal.store 嗯 这个案例也比较直接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呃 他是一个俄文的网站 那么在网站的一些元素里面 在一些内容里面 他非常的清楚 就是展示了产品啊 而且 啊 和投诉人的 呃 这个应用在线商店呢 都构成了混淆 嗯 他就叫做联想的官方在线商店 嗯 而且有一些商业性的链接 而且还指向呢 投诉人竞争对手的 呃 一些网站 呃 或者提供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非常明显 他和投诉人 以及投诉人的这个业务呢 构成了联系 那么专家所认为 被投诉人使用争议域 呃 他是构成了商业性的 呃 就是 恶意的使用 和提供这个服务 嗯 或者是服务啊 这个地方是 呃 恶意的 恶意的使用吧 嗯 好嘞 那我就用这两个案例呢 来呃 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 这个什么是非商业性的合法使用 或善意的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嗯 啊 好的 谢谢 今天这就是我的分享啊 谢谢大家 嗯 好的 谢谢陈长杰陈律师 啊 内容非常的丰富 然后引用的案例也非常的多 我相信屏幕前的听众跟我一样 都非常的受益 那么接下来我来看一下我们 在我们的这个问答 这一栏里面有多少人的提问啊 我再次提示各位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使用Zoom下方的这个功能条 显示为问答 通过文字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 现在实际上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问题进来 我想先让陈律师先休息一下 我第一个问题我想 问一下周文 周律师 有一位观众朋友 他是这样提问 他说 请问周律师在育民投诉程序推进的过程当中 被投诉人呢 可能会进行平行的诉讼或者是仲裁 请问 法院在得知育民陈性已经启动的情况下 还会在受理案件吗 还是会等待育民裁决做出后再进行审理呢 周律师 嗯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首先我们从规则本身来看啊 因为根据目前的呃 不管是国家顶级域民争议解决办法 还是这个统一域民争议解决政策 这些里面从规定本身来看的话 其实呃 呃 域民争议解决程序呢 并不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那么在域民争议解决程序之前 或者是进行中 或者是由这个专家组做出裁决之后 那么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均可以就同意争议 向这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起诉 所以从规则本身来说的话 进行这种呃 我们讲的这种呃 平行的诉讼和仲裁 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法院即便是知道了这个域民程序已经启动了 他该受理还是会受理 那么这是从受理来看 那么包括说如果受理了以后 呃 我们在这个案件诉讼的过程中间啊 因为这个肯定会有一方会跟法院说 说我们这个已经是提交给了这个域民仲裁机构 马上要等待裁决了 那法官愿不愿意去等 能不能去等 那从规则本身来说的话 法官也并不受这个域民争议解决程序的约束 他想裁就裁 不需要去等待这个裁决的结果 这个是从规则本身来看的话 那么在实践中来看的话 因为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在裁域民的案件的时候 在法院的时候 倒是没有遇到过这种平行 进行诉讼和仲裁的 但是呢 一旦是说本身诉讼和这个仲裁本身 他没有一个必须的钳制程序的话 那么作为法院来说的话 他其实也不太会考虑说 有这样的一个域民争议解决程序正在进行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等 法院其实不太会考虑的 法院可能主要还是 从他的整个裁判规则来看 然后认为说这个案件 如果没有太多的争议 或者是说他内部本身已经 可以基于目前的这个举重状况 做出一个判断的话 他肯定就不会再等了 那么只有唯一的一种特殊的情况 如果他还是想 基于某种原因 我们具体还 我现在具体还没有想到 如果他基于某种具体的原因 他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这个域民的裁决 做出来以后 或者是减轻法院的工作量 或者是说 对于法院的裁决本身 有一定的帮助的话 那么这种唯一的情形 他有可能会再等一等 这个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的 非常的好 我也非常的受益 就是说 从规则的层面来讲 其实法院是不会去等于 域民正义解决的这个先后 没有一个所谓的先后之分 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位观众 他是来问陈昌杰 陈律师 他说陈律师 我知道您是一个 作为投诉人的代理人呢 也代理过很多的 这种域民投诉的案件 也作为专家组成员呢 才过不少的案件 他想问一下 站在投诉人的角度 如何来准备投诉 以便更好地 获得专家组的支持 陈律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觉得呢 就是 如果要获得专家组的 一个比较好的支持 我们需要从这个 形式和内容和形式方面 做一些比较好的准备 那我认为首先呢 我建议 比较难的案件 应当委托专业的律师 或者资产员代理机构 那么在证据的准备方面呢 他需要证据很充实 与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 因为经常会发现 有些证据没有充分的展示出来 或者挖掘出来 那么我也比较建议 就是证据之间呢 他能够高度的一致 能够彼此 能够证据 能够充分的支持 投诉人 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主张吧 那么在说你的部分呢 这个域民争议 他的政策比较宽泛 比较宽泛 那么我建议就是 按照这个域民争议的 这个原则 可以就是 在政策的这个框架 和支持下面呢 就是说你要比较精炼 也很充实 那么组织语言 也需要就是 比较强吧 能够找到一些突破口 找到一些突破口 那么我认为呢 就是在域民争议的下面呢 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 有时候按键 按键因为这个原则 比较宽泛的话 那你需要 有一些突破性的思维 这个时候呢 语言的经验 和这个突破性 非常的重要 有一定的创造性嘛 那么在政策的支持下呢 有时候一些比较难的案件 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公平的裁决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 分享到的一个三人专家组的 那一个 Jumia Pay的案子 就是一个例子 它的证据非常的详实 那么在格式方面呢 我也比较建议就是 大家按照 这个域民投诉 这个论述的这个结构顺序 比较有条理的来组织证据 那么因为 我们都是用电子的方式 来交换证据 这样你的论述和 你组织证据和你的论述的结构 它比较有条理的安排呢 比如专家组啊 他能够很好的去阅读 你的电子的证据 那么也方便呢 理解 能够更好的采纳 你的 就是理解你的这个证据 和比较有效的采纳吧 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吧 谢谢 好的 谢谢陈律师 我刚才听您的回答 我也总结了几个关键词 就是站在投诉人的角度 如何来准备投诉 然后如何得到更好的专家支持 一个是要尽量找专业团队来进行支持 然后证据准备方面要比较充分 缩理要经验 然后格式要规范 希望这些能够帮助到 这个屏幕前的可能的投诉人 那么还有几个问题 有问周律师的 我来看一看 有两个问题还要问周律师 一个问题是说 若国内企业或者自然人的域名 被提起这个所谓的 涉外的域名争议解决 如何在内地 也在国内 他说确定管辖法院 提起域名的全署诉讼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呢 他说请问周律师 HKIC是异财中局 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平行诉讼吗 周律师你可以一并回答 谢谢 好的好的 先回答第一个 还是关于这个管辖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处理域名问题的管辖 在诉讼的这个领域里面 它是有一个司法解释 就是最高院 关于审理这个域名的 民事纠纷案件的 这个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这个是有一个解释在里头 那么这个里面特别提到 如果是涉及域名侵权的案件的话 正常是由侵权行为地 或者是被告住所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来管辖 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 和被告住所地的 那么原告发现该域名的 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 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那么我们在实践中 确实是会有一些 这种域名强筑的行为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域名的持有人 是在境外的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样去发起一个诉讼呢 如果是说被告确实在中国 是没有住所地的话 一般来说 是可以选择原告住所地 那也就是我们 通常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吧 原告住所地是可以 建立一个管辖连接点的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 争议域名注册机构 所在地法院 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这个侵权行为地 那前提当然还是要 这个域名注册商 是在国内的 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都是应该有一些在线案例 可以支持到的 那么这样子实际上 是可以在国内 发起这样的一个 域名的诉讼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异财中局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平行诉讼吗 其实我在我讲的 那个案件里头呢 大家是可以看到啊 其实有一个就是HKIC 之前先做了一个 域名的一个裁决 然后后面 针对这个域名的裁决呢 其实在法院 应该是北户吧 对 在北户 然后是有一个 那个法院的裁决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 就是这个HKIC的 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程序呢 本身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那个仲裁的 益财中局的这个情况啊 因为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本身我们在这个 HKIC做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的 这个程序的这个裁定里面 其实本身也是会给双方 如果是不服的话 其实都可以有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那么即便是不考虑这种 就是我们在裁决之后 专家组给出意见以后 我们再去提诉讼 再讨论平行诉讼的问题的话 其实也还是跟我刚刚讲的 这个观点是一致 因为没有哪一个 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说 这个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是诉讼的前置的程序 所以本身两个提平行诉讼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跟这个提问者解释清楚 就是确定是可以提平行诉讼的 好的 好的 谢谢周律师 其实还有这个我们的问答栏里面 还有不少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要挑一个 我最想请陈律师来回答的问题 有一位朋友问 他说陈律师 他说为什么要到香港国益仲裁中心 来提取域名争议解决的案件呢 在HKIC来提取域名争议解决案件 有什么优势呢 陈律师我想这个问题 你来回答吧 好不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 我会认为选择这个争议的仲裁中心呢 有一些要素要考虑一下 那么我认为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有一些优点 那么在于比如说 那么在册的中文 说中文的专家 相对其他机构会多一些 那么有更多的选择 那么对一些复杂的域名 他的证据呢 有时候需要结合中国的这个商业的环境 去理解他 那我觉得对于双方当事人 在中国的时候 他比较便利 另外呢 在注册商 在中国的时候 那么中台中心 香港国际中台中心 那可以和注册商比较便利的去对接 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可以用中文打一个电话 能够得到有效和及时的处理 此外呢 我还有一个会认为就是 香港的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在商标没有注册 其实是可以很便利的 基于在先的使用 根据这个普通法的 未注册商标的一个权利 来寻求基于未注册商标的一个域名的投诉 那么你没有拿到注册的商标 但是我有商号 或者我有在新的使用 这个时候 在香港国际中台中心进行仲裁的时候 那么可以利用香港本地的 这个普通法 来获得一个未注册商标的权利的救济 这个我觉得会有一些突破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陈律师 那我补充几点 站在HKIC的角度 除了陈律师刚才讲到的 这个从他的实务经验当中 总结出来的 在HKIC提起域名争议 解决的一些特点之外呢 实际上我们自己总结的一些特点 我非常也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 我们实际上案件管理的经验 非常的丰富 从2001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处理了 HKIC处理了超过2500个 域名争议解决 我们说可以说是在亚太地区 我们是这个案件量 是处理的案件量 最大的这个域名争议解决机构之一 第二个呢 程序非常的高效 而且成本的可控 这个程序的高效 前面各位老师也有提到 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 我们平均结案的时间是54天 然后另外一个 大家也看到了 在HKIC提起这个 域名争议解决的诉讼 这个叫域名争议解决的投诉 这个成功率非常的高 最后呢 是我们这个非常经验丰富的 国际化的秘书处 也能为全球的当事人 提供不同于种的服务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的受众 是来自于中国 讲中文这些区域 所以说我相信 我们这个团队的 讲中文的能力 以及为中国内地当事人 提供服务的这个能力 是完全不容置疑的 考虑到时间的问题 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 一个小时的在线研讨会 就到此结束 请用作代表HKIC主办方 再次感谢周律师 感谢陈昌杰律师 对我们这个活动的支持 也感谢我们所有今天 屏幕前的观众的耐心的聆听 我们两周之后的周一再见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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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